大家好,火球隊長,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一個心芒古池的超好喝的沖法 為什麼說得這麼鄭重呢? 是因為學長研發出這個手法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滿意耶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心芒古池是一個很特殊的濾杯 它的流速真的非常的均勻 什麼叫均勻呢? 就是你給大水啊,或是你淹高,或是淹低 它的流速基本上都可以維持到一個很均勻的狀態 不會呼快也不會呼慢 那像學長就有做一個用黑鏡雙襯來測試一下心芒古池的流速 會發現說,哇,真的是我前面給超大水,後面給比較小的水 它的流速都是非常像的 那這樣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喝起來,它的強度會很強 OK,但是有個缺點,就是它層次感就不會那麼好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的流速很接近的時候 流速接近代表說,它萃取的咖啡裡面的物質是比較接近的 譬如說我就是萃取到酸跟甜,那就一直萃取酸甜 那其他的風味就會比較少 所以喝起來會很有強度 但是相對來說,你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感覺到風味的變化性這些東西 所以學長就為心芒古池研發一個新的沖法 然後可以突破這個心芒古池的狀態 把你的酸質表現得非常的好 而且真的也不難 在這中間呢,學長跟大家溝通一個觀念 為什麼心芒古池它很特殊 你可以看到它的落水孔非常的小 這個是我們一般版的經典款的心芒 可以看到其實心芒古池的落水孔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經典款的1 2分之1左右 因為它的孔洞那麼小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它孔洞小的特色 讓我的給水不要一下子就讓它淹水 適度的讓它不要淹水 就可以利用它這個很小的落水孔 擠壓出很多香氣很強 果酸很好的風味 所以學長這個手法就是為了這麼小的落水孔而設計的 待會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或者是大家來想一下為什麼小的落水孔 要搭配學長這個沖法才會好喝喔 首先呢,我們要調整研磨度 那心芒古池它的流速會比經典款的略慢一點點 所以我們研磨度要稍微調出一點 但是注意喔,不是調出很多 只調出一點就好 就像我今天用的是Minos的磨豆機 我平常是磨1又4分之3圈 那如果心芒古池的話呢 我會磨大概2圈 所以多一點點而已 如果是各位,譬如說你在家裡面呢 是小富士 譬如說你是用小飛馬 你可能平常磨5 那你可能磨5.5就好 不用磨到太粗了喔 粗一點點就好 OK 好,那 克數的部分呢 我們用20克 那這部分呢 學長也跟大家溝通一下喔 其實喔 網路上有些人會覺得說 西芒古池 比較適合小份量的咖啡豆 其實不用特別去care說 它的份量一定要這麼少 一定要15克啊 或低於20克 其實它20克,25克 甚至於30克 學長今天這個手法呢 都是可以通用的 只要你的研磨度有調對 只要你的手法有下對 它是不挑克數的 最多可以到30克 是沒問題的 OK,那我們就準備來研磨 我們今天還是磨20克 然後研磨度呢 我已經調整好了 就是兩圈齁 Minos磨豆菌兩圈 OK,好,磨完了齁 然後我今天使用的濾紙呢 也是西芒的濾紙齁 西芒濾紙有兩種 一種是一般版的 另外一種就是 極,就是綿版的 就是綿材質的 我是使用一般版的 流出會快一點點 綿的話呢 這個手法會比較不適用 倒粉 可以看到 粉比平常我使用的 略粗一點點而已 不是太多 所以也不要太 腳往過正了 稍微一點點就可以了 水溫呢 大概是92到93度 比平常略高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研磨度 比平常略為粗一點點 所以我們溫度拉高一點點 來補一點點萃取率 你家風味上會更好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我們剛開始先做悶蒸 這部分是一樣的 好,一樣正中間 給水 一 二 三 繞兩圈 回中間 一樣大概給40cc左右 好 然後要確保你的悶蒸是 可以有很完整的 膨脹的狀況很好的 如果你給水下去 發覺說你的粉都沒有膨脹 或是很快就落水的話 可能就是你的粉太粗了 就要稍微再調細一點點 這個跡象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四次快速的給水 那分別是30、30、40、40 很好記 但是一定要乾淨俐落 盡量不要粉成淹水 這是特別注意 健量不要粉成淹水 第一次 好 正中間不要怕 給水給下去 30 好 然後泡泡會湧出 有看到嗎 會很漂亮的泡泡湧出 這個時候呢 香氣會大量的噴發上來 你在沖的時候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第二段 泡泡下去的時候 第二段30 一樣給正中間 水大大的不要怕 可以看到 泡泡整個湧出 整個過程非常的療癒 很舒服 而且香氣會一直湧出 一直湧出 你會覺得很過癮 好 泡泡湧下去的時候 第三次 40 好 給正中間 不要怕 40CC 水不要太小 好 每一次呢 都讓我的空氣湧出 然後粉成都不會淹水喔 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粉成盡量不要淹水 如果你淹水的話 可能是你的 給水太外圍啊 或是給水太大了 好 第四個 40 好 第四個開始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微浮的淹水 那是正常的齁 如果不淹水是最好 如果有一點點微浮的淹水呢 也不用太緊張齁 因為到第四次齁 我空氣 我的粉塵裡面的空氣 已經湧出的差不多了 好 第五次 就是從正中間給120CC 往外繞圈 順順的給120 好 好 好 300CC 收完 然後呢 第四次我給120CC 你會發覺說 我的粉塵呢 會順順很順的 全部 流完 發揮西芒古池的特色 然後大概是2分15秒 那我今天是因為 邊講邊衝 所以中間間隔的時間 稍微長一點 要不然一般來說呢 2分10秒之內 一定會搞定 OK齁 所以這個衝法呢 其實流速很快 是不是顛覆各位覺得西芒古池 一定要很久 流速很慢的一個觀念呢 事實上來說 雖然西芒古池 它的孔洞 落水孔洞 比較小 但是呢 如果你用比較正確的方式 或者說 換個角度 換個研磨度 來做操作的話 西芒古池其實也可以流速很快的 好 2分15秒 可能是不是比你的V60還要快一點呢 那我們來試喝看看 好 我今天沖的是 哥倫比亞的百香果水洗 會有很強烈的百香果的香氣 那就搭配西芒古池 真的是超級好喝的 有很足量的香跟酸 因為我們前面兩次 給30、30、40、40的時候 其實這四次呢 就是把大量的香跟酸 擠壓出來 然後後面120CC呢 其實就是我們來做甜跟Body的部分 所以它的流速很均勻 但是呢整體喝起來呢 前後的層次就非常的鮮密 非常的好喝 而且呢 西芒古池它的構造呢 是比較特殊的 如果你把這招學會的話呢 是非常能夠表現各位的手沖水平的 可以看出你的功力 會覺得真的是不錯的 所以呢 如果各位買了西芒古池 然後還找不到一個理想的沖法的話呢 歡迎回家試一試試看 這個沖法真的很不錯 很好喝 那可以讓西芒古池的能力 能量呢 發揮到最好最好 那需要真的很鼓勵大家 一定要去試一試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 就到這邊為止囉 有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